女心里饰演看就要收官了 从播出到现在电视剧给人带来很多的思考和治愈 虽然小众但却非常成功 她的成功一方面源自故事剧情和题材 另一方面则跟演员表现有关系了 这部剧可以说全员表现都非常出色 那些出道多年的演技派不用多说了 一众年轻演员也用真实生动的表演征服了无数观众 其中就有这样八位90后女神 一个自然是饰演女主贺顿的杨子了 1992年出生 其实一直以来杨子都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虽然杨子的很多爆款作品都是偶像爱情剧 但杨子用心琢磨准确演绎也是备受认可和肯定的 不管是甜美俏皮还是悲情虐心都能迅速将人带入其中 而这一次她则用温婉专业的呈现传递了满满的思考温暖和治愈 让人感受到了她作为演员更多更深厚的一面 一个是1991年出生的兼任姿 因为名字拗口很多人都觉得认识她但又叫不上她的名字 但她却在今年的影视界有着非常耀眼的表现 从功勋李宿面朝土背朝天的农村姑娘 到问天幕里三个角色的波面呈现 再到女心理师的李体现 一个清新大气温暖仗义的新时代女性让人眼前一亮 可以说坚韧姿在今年靠演技成功让人记住了 一个是1996年出生的张若南 她在剧中饰演的是最开始单元的尤娜 看上去非常的甜美乖巧清新动人 但实际上内心非常的敏感多疑 为此她有着很多腹黑的表现 故意冤枉打压女同学啊等等 但本质上尤娜又是善良的满心的 可以说满满的公主病 但却让人恨不起来 反而又爱又怜 一个是1994年出生的汤梦佳 在剧中饰演的是小文 这个角色也对现实有着很大的反应和思考 是一个追星的私生 表现上有夸张的色彩 但诸多疯狂不理智的行为举止 也给人很多的警醒作用 另外小文还从个人的性格方面呈现了这一点 因为自己不善沟通 不知道如何增进交流 久而久之才逐渐形成现在的状态 也给现实中的追星现象 提供一种思考和启发 一个是1996年出生的戴文文 饰演的是姚可欣 一方面她接触校园戴 就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话题 另一方面因为还不上钱 被人利用威胁做出了污蔑他人的错误 甚至示范罪行为 这些都是对现实赤裸裸的展现和警示啊 相比之前清新甜美的荧幕角色 这一次戴文文的表现更加立体多面 本质的善良无奈 卖惨时的气处可怜 以及污蔑他人时的凶狠可怕 都让人看到了他身上更多的潜力 一个是1990年出生的彭高畅 饰演的是李威这个角色 他这个单元可以说是全剧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片段之一了 一个遭遇骚扰和侵犯的职场女性 遭遇伤害时的害怕恐惧 事后的痛苦纠结 尤其是满带羞愧和自责的崩溃 都让人揪心不已非常生动 一个是1999年出生的范诗然 他饰演的是小哲这个角色 跟上面说的尤娜出现在同一个故事之中 尤娜欺负冤枉的就是这个小哲 可以说是得知体美全面发展的模范生了 还是那么的亭亭玉利清纯甜美 可以说看到他让人感受到了 满满的青春和希望 而他面对各种打压和孤立 所表现出来的勇敢也是让人赞配的 非常不错的一位小姑娘 还有一个就是1994年出生的富柔美琪了 饰演的是莎莎一角 也就是跟一个妈宝男结婚的那个女孩子 她的故事则在感情婚姻以及家庭关系 包括代际关系上 给人带来很多现实的思考 不管是幸福甜蜜的时候 还是悲伤失望抑郁困顿的时候 莎莎的表现也都很真实自然 虽然这八位90后女演员 都是非常美艳动人的女神 但他们在剧中让人记住并非靠颜值 而是靠演技说话 用毫无包袱全身心投入角色的表演 获得了满满的认可和肯定 只想说这才是年轻演员的表率 用演技和实力说话 而不是通过高颜值或者其他操作吸引眼球 你觉得吗